原标题图方便翻越隔离栏过马路温州女子失去重心一头栽下脑袋被夹 11月16日中午温州苍南县龙港镇人民路上一名女子在翻越马路隔离栏时一头栽下脑袋被卡在两根栏杆之间 在消防队员用意压剪剪短栏杆后才脱身 苍南警方向澎湃新闻 CN提供了监控视频显示 一名穿白色上衣白色鞋子扎马尾变的女子在飞斑马县区域穿马路 在马路中间的隔离栏前她双手承载半人高的护栏横杆 抬起右腿跨越突然失去重心一头栽下脑袋卡在两根树杆中间 苍南县公安局龙港分局人员介绍过路群众报警后 警方一边疏导周边交通一边安抚女子 县消防大队龙港中队队员介绍 16日11时51分左右接警后派员赶赴现场 女子头部能活动但无法挣脱消防队员花了五六分钟 用一压剪将一侧栏杆减短 女子才得以脱身 责任编辑贵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